天降不祥之兆 野鳥入潮 北京狂風暴雨下冰雹 美國經濟持續復蘇 失業金申請創疫情期新低 立陶宛外委會主席表示 中共經濟制裁有望利益大於弊 反制中共威脅 澳洲爭取美國分享飛彈技術 德國大選白熱化 對華強硬成共識 走私美國海洋技術 中國商人在美國遭判兩年徒刑 替中共回鐵證 港警查抄六四紀念館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 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9號 星期四 亞洲時間9月10號 下面一起來關注今天的新聞 9月以來 中國大陸頻頻出現異常天象 北京連續遭遇極端惡劣天氣 長春 遼寧也都降下冰雹 而湖南和內蒙古則驚現大量飛蟲 據氣象臺預報 8到10號受冷窩影響 華北中北部 東北地區多有震雨或雷震雨 大陸媒9號報導 北京今天出現雷震雨天氣 部分地區出現冰雹 北京市氣象臺對此發布雷電黃色預警 網路上視頻顯示 9號 北京延慶 順義 昌平多地冰雹 密密麻麻地砸在地上 道路因大雨而汪洋一片 還有不少車輛泡在水中 北京房山 大興等地 狂風暴雨 冰雹 電閃雷鳴 就好像是世界末日 7號晚上 北京延慶 順義與昌平等地 大塊冰雹從天而降 最大的直徑有3厘米 其他地區也不安寧 根據網友上傳網路的影片 9月9號 長春暴雨加冰雹 白天突然變成黑夜 大樹連根拔起 畫面不亞於好萊塢大片 而在前一晚9月8號 湖南原江京縣大量浮游 猶如飛雪狂舞 當地居民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景象 9月6號 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滿洲裡 也出現滿天飛蟲 黑鴨鴨好像烏雲鴨頂 菜市場裡各種蔬菜上密密麻麻的飛蟲 看得讓人頭皮發麻 有民眾出行 身披網袋 更有人頭戴塑料袋 躲避飛蟲 這些是發生的時間點 剛好在9月5號的黑天鵝降落事件後 人們紛紛將這與漢書五行制和資質通建中的 野木生巢 野鳥入廟 古人解以為敗亡之相聯繫起來 網友解析說老毛的棺木就在天安門廣場中間 進了天安門廣場就等於進了中共的太廟 野鳥入廟 預兆中共政權將亡 而就在9月3號 陝西省延安市迎來整日暴雨 安塞區腰谷山一處搖洞群經不住雨水的侵襲 4號上午9點左右突然崩塌 從曝光的影片中可見 整面搖洞至少6個孔接連崩塌 場面觸目驚心 隨著經濟進一步復蘇 美國上週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降到31萬 這是自疫情以來的最低點 美國勞工部9月9號的報告顯示 上週的失業救濟金申請 從前一週的34.5萬人降到了31萬人 今年以來 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一直在穩步下降 1月初的數字高達90萬人 這反映出 在經歷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後 美國的經濟正在穩步重啟 同時也顯示 Delta變種所造成的感染病例上升 並沒有導致美國公司大規模裁員 如果除去路易斯安那州的大幅上漲 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可能還會更低 上週路易斯安那州受到巨峰愛達重創 目前仍有近25萬個家庭和企業斷電 據美國CNBC報導 在去年3月之前 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一直保持在21.5萬左右 在疫情的高峰期 初次申請量達到了610萬 而且直到2020年8月初 一直都保持在每週100萬以上 一年前的這個時候 每週的申請人數平均為88.1萬 專家分析 新失業救濟申請已經創下疫情時期的新低 濱臨最終跌破30萬的水平 上一週是許多人獲准領取300美金的各州額外失業補助金的最後一週 共和黨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 勞動力短缺是由超額福利造成的 美國勞工統計局週三發布7月份的職位空缺及勞動力流動調查結果 顯示職位空缺數量增加了1090萬個 比普遍預測高出近100萬個 9月9日 立陶宛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帕維·李歐尼斯說 長期來看中共的經濟制裁措施 可望為立陶宛帶來好處 從捷克的例子就可略知一二 當天立陶宛國會外委會開會 決議支持政府對中共的作為 以及總統朗塞達所提出的透過27加1機制 就是由27個歐盟成員國 集體與中共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 擬定相關計畫 立陶宛今年以來 因為退出中共與中東歐國家的17加1互動機制 允許臺灣在首都維爾紐斯設立代表處等事件 遭到北京強力施壓 雙方大使已被召回 帕維·李歐尼斯表示 立陶宛現在團結跨大西洋民主社群 相關國家對立陶宛表達政治支持 立陶宛將政治支持轉化為具體的經濟 金融和其他措施 美國 臺灣以及其他國家 給立陶宛的實質支持 最終將大國中共制裁所造成的損害 他舉例說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去年8月底不顧總統齊曼 總理巴比斯等人及北京的施壓 毅然率領近90人的代表團訪問臺灣 當時中共也揚言制裁 但根據捷克投資發展局到今年8月底的數據顯示 自1993年到2020年底 臺灣總計為捷克創造24,000個就業機會 而中共只創造4,200個就業機會 同期臺灣對捷克的投資金額 是中共對捷克投資金額的近1.6倍 帕維·李歐尼斯引用捷克的相關數據表示 立陶宛具有高附加價值的出口項目 在中國以外的市場可以開發 這類產品可以輕易賣到其他市場 而中共的報復措施反倒讓立陶宛及其他中東歐國家 更為正式供應鏈多元化 及加強自由經濟體合作的重要性 據中央社報導 9月9日印尼澳洲在雅加達舉行第七屆外交 國防部長的2加2會談 簽訂反恐、反暴力極權主義 加強網絡安全、區域及國防合作的備忘錄 印尼並將選派優秀軍人到澳洲受訓 共同維護區域和平 這是兩國關係的一個創舉 印尼國防部長普拉伯沃表示 印尼與澳洲將擴大國防合作 是歷史性的一刻 印尼也將歡迎澳洲軍人到印尼受訓 並希望兩國持續且強化聯合軍事演習 印尼外交部長勒特諾說 透過這次會議 雙方簽訂與太平洋地區國家合作的三方備忘錄 以及反對恐怖主義及暴力極權主義 網絡安全合作與新興網絡科技 加強國防合作等雙邊備忘錄 此外澳洲國防部長杜登與澳洲外交部部長佩恩 將於9月16日在美國華府出席美澳部長諮商會議 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及國防部長奧斯汀會晤 據《澳洲人報》報導 杜登表示 在中共加強以脅迫對付澳洲之際 舉行美澳部長諮商會議格外重要 兩國必須為雙方的共同防衛關係注入新能量 加強國防產業整合 將是互利的局面 澳洲正在推動自行生產的前艦 巡防艦與戰鬥機 但澳洲仍需要加快向美國採購導向飛彈 以反制長距離的威脅 此前 杜登8月中旬曾表示 澳洲已經投資7000萬美元 在精確打擊飛彈計畫上面 這項投資是基於澳軍與美軍簽署的量解備忘錄 意在提高正在研發的機線飛彈的殺傷力 射程和接戰目標 在默克爾領導的16年之後 德國的下一任總理將面臨重新權衡與中共關係的壓力 分析認為 無論哪個黨派贏得選舉組成政府 都將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距離9月26日 德國聯邦選舉還有不到三週的時間 新的民調呈現出戲劇性的轉變 沒有一個黨派占據絕對優勢 這為大選的結果和政府組成添加了變數 據政治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等多個機構的預測 基民盟綠黨和自民黨 或者是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 最可能組成新一任德國政府 無論是綠黨還是自民黨 他們都對中共持更為批評的態度 有這兩個政黨參加的新政府 無疑將重塑德國與中共國的關係 綠黨的總理候選人貝爾伯克上月曾表示 德國必須對華保持強硬 不能被這樣一個存在非正當經濟行為的 威權政權牽著鼻子走 限制中共參與敏感經濟領域 並團結歐洲一致對華 而自民黨在5月的黨代會上 刪除了一中政策的表述 說這個政策讓中國有藉口打壓香港的異議人士 並威脅臺灣的民主自由 默克爾提倡的親中政策 常常遭到國內反對黨和歐洲盟友的批評 德國民眾對中共的態度變得更加消極 上個月一份民調顯示 58%的德國人認為 即使對華經貿關係受損 德國也應該採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 外交專家鄂特爾認為 中共國不公平貿易行為 引發的國內商業條件惡化 已經影響到德國企業的經營 業界開始反思德國的經濟模式 和對中共國的經濟依賴 專家還指出 如果德國新政府選擇響應 歐洲大陸整體的對華更為強烈的呼聲 這可能促進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協作 應對中共挑戰的能力 8日 中國商人秦樹人在美國法院 承認自己為一所中共軍事大學 從美國非法出口了可用於反前戰的水下監聽技術後 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秦樹人於2005年 在中國成立了領海海洋儀器有限公司 2014年移民美國 成為永久居民 法庭文件顯示 2017年11月他從中國返美時 在波士頓國際機場被美國邊境官員暫時扣留 並沒收了他的筆記本 電腦和iPhone手機 對這些設備的檢查顯示 秦樹人對運往中國的產品虛構了最終使用者的身份 其中包括來自美國國防承包商的產品 2018年 警方在他的家中將他逮捕 檢查官表示 秦樹人通過欺騙美國供應商 並且在沒有獲得出口許可的前提下 向中國西北工業大學出口了水下聽音器 這是一家參與水下無人機項目的中共軍事研究機構 4月28日 秦樹人對十項罪名表示認罪 包括共謀違反美國出口規定 簽證欺詐 洗錢和走私等等 根據秦樹人與美國檢方達成的認罪協議 他承認使用虛假運輸信息 從美國供應商處購買了10個水下聽音器 但他只承認和這些水下聽音器相關的指控 作為交換 美國檢察官同意放棄其他幾項指控 檢察官最初還指控秦樹人涉嫌非法出口 無人水面車輛和機器人船 他的買家包括中共海軍的南海艦隊和海軍潛艇學院 今年4月 美國官員和提交的法庭文件 將秦樹人描述成是北京建立海底無人機軍備 宏偉計畫中的一個齒輪 在太平洋 印度洋和北冰洋 北京正在部署越來越多的先進海上無人機 可以追蹤美國潛艇的傳感器網絡 這可能會削弱美國海軍在海面下的關鍵優勢 正如美國水面艦艇越來越容易受到中共導彈威脅一樣 香港警方國安處9日到支聯會開設的六四紀念館搜證 取走大批物品 大門被換上新鎖 閉路電視被破壞 同天晚間 支聯會何俊仁 李卓仁 鄒幸彤等人 被起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由專家指出 在國安法下 香港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4人在8日被拘捕後 9日下午 大批警員到六四紀念館取走大批物品 放滿整輛貨車 以辭任的支聯會常委蔡耀昌說 我相信市民看到今天的情況都感到非常難過 六四紀念館內有大量歷史性資料 看不到有違法物品 卻被警方搬走 警方應該向支聯會及市民作出交代 包括目的 是否有足夠法律依據 是否合理及必須的安排等等 六四紀念館也是支聯會的會旨 支聯會的日常行政工作都是在這裡進行 當天 六四紀念館被拉上鐵閘 閘外貼上警方聯絡電話 另外 支聯會收到通知 律政司正式起訴支聯會主席李卓仁 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 以及支聯會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另外 起訴鄒幸彤以及支聯會常委 梁錦威 徐漢光 鄧岳君及陳多偉 沒有提供國安處要求的資料 他們將於週五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訓 對於香港國安公然毀壞六四紀念館 有網友留言說 警方的做法和黑社會沒有分別 依法搶劫 依法行賄 破壞他人財產 簡直無法無天 美國智庫自由之家的資深研究員達特 週三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舉行的聽證會上說 在北京實施國家安全法後 香港的鎮壓活動嚴重影響媒體和網絡自由 香港沒有死 只是在國安法之下 那塊土地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幾乎認不得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明天再見